哈喽小时光们,今天带来一个废物利用做泥方法哟 用废弃的冰山泥简单DIY出满透泥 手感超柔软,可以拉出奶油纹,颗粒感十足哟 喜欢记得点赞关注哟 开始教程,这个是我前几天做的冰山泥 可以看到表层已经发硬了,不好玩了 那我们能不能想办法把它重新DIY一下呢 首先杯子里热水倒一堆丢到碗里 既然冰山泥表层已经变干变硬了 那我们就先让它变软吧 勺子按压搅拌 如果觉得勺子混合慢,可以用手来操作哦 然后软化到这个状态之后,我们取一点护手霜倒入碗里 没有护手霜可以用身体乳或者沐浴露都可以的 然后同样的是用手来不停地揉捏混合 继手乳液之后的泥,手感会变得很柔软 揉捏混合之后,如果发现泥有点粘手 可以取一块超线粘土加入到盒子里,继续用手揉捏 加入粘土混合之后的泥手感超棒,拉伸性强 你们马上要开学了,然后我们来统计一下 你们每天到有什么时间能看视频呢? 选一个最多的时间来发视频,这样你们就不会错过了 评论区留言告诉我,喜欢记得关注转发哟